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 历布蓝绿四十年 我们的祝国换了人间 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 国际港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 同样需要我们携手同心 在习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以越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 立足三体优势 加强三体联动 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区 为实现下一个四十年的奋多目标和努力 今天的论坛正好表现不同界别的朋友 团结一起 协力推动台湾区相关行业的发展 我相信在国家的支持 台湾区各城市的同力合作 以及特制政府的政策配合下 我们一定会在台湾区旅游发展 取得丰缩的成果 为夜间打造更多的商机 我想今天围绕一个真题的 我想给大家交流三个方面的一些思考 主题来就是说 带来的新商 比如新商机和我们香港 可以得到的新商机和新作为 这条带上是全世界应该说文化自然 我们所有的遗产最集中的 这样一个黄金地图的资源带发 这个包括了四大文明和五大宗教 那么这是一带路这个愿景呢 我们所包括了这样一个地图 很感谢乡胖邀请我过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在一带路大湾区 跟旅游节节目的一些意见 大家都知道我们也一带路 习主席的提到五通 那个是定车通 见车通 那个贸易金融民事通 与联合我需求其中的终止六个一 海水其实是没有冲突的 大家都是有那个共同的地方 再次恭喜海南旅游岛 恭喜江苏省 海南旅游岛 却与联合我 各产登録 未迎议各位 母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